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带你了解羽谭的最新动态 巴黎奥运会到来之际 羽联公布了2024年第30周的最新排名 郭宇除了女单位居次席之外 仍旧在男单男双女双混双 四个项目当中占据榜首的位置 虽然女单未能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 但郭宇在该项目前五当中占据两席 再创新高杀进了前五排名反超了日本一届山口线 男单前九名与上一期排名顺序一致 是与其安赛龙 乔纳坦 安东森 奈良刚公大 位居前五排名第六七到九位 分别是李子佳 昆拉伍特 金庭 罗杰又下降三位来到第十三之后 西本拳泰上升一位重返前十 陆光组第十五温红阳 第二十三类蓝锡 第三十四均保持不变 赵俊鹏下降一位排在第四十六位 女单前五升变王芷一上升一位来到了第五 这也是他首次机身踏补之列 日本一姐山口线则下滑一位降至第六 第七 第八 玛丽斯卡 第九 大酷彩 第十 张一曼仍排在第十四位高坊节 第三十五保持不变 男双前三排名顺序不变 一次是梁王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 兰基雷迪 谢提 谢定峰 苏伟一上升一位至第四 江明赫 徐承载下降一位至第五 保姆卓朗 小林优无上升一位至第六 阿尔菲安 阿迪安托则下降一位来到了第七 何人组和何流欧分别排名第八 第九 毛拉纳第十 陈柏阳 刘毅第二十五谢浩南 增为汉第五十六 谭强 周浩东上升两位至第六十三 屡丹前时有一处发生改变 前六名依次是白河纳 李昭西 松山内卫 志田千阳 松本麻又永元和可纳 野永灵 中西桂映上升一位至第七 金昭映 孔熙荣下降一位至第八 拉哈游 拉马丹地第九宗空攀 拉文达第十 李温妹 刘璇旋下降两位至第十七 李一静 罗许敏第二十坑书梁 张池第四十 王廷哥 王一朵第八十 国宇女双在奥运会之后迎来调整 届时全新的组合谁能一军突起让人期待 混双变化不大前十与上周保持一致 国宇仍在前四名当中占据三席 其他一次是徐承载 蔡右丁渡边永大 东野有沙 六到十位分别是德查波和沙西利 邓俊文 信赢雪金元昊 郑大银 陈唐杰 杜一位叶红卫 李嘉欣 陈兴 陈方惠郭新娃 陈方惠 陈方惠 陈兴 张池 这三队组合均上升一位分别排名第四十九 第五十 第五十一 周导宏 杨嘉宜第六十二不变 自七月十八日奥运村开村以来 全球的运动员已陆续抵达 不过先起来到巴黎的中国 代表团先暂未入住其中 而是前往环境较为清静的 多维尔中国代表团保障营开启赛前适应环节 保障营中目前有游泳队 乒乓球队 射击队等多支队伍集结 中国羽毛球队也在昨日入住 据悉各支队伍除了专项训练场地外 会共用一个体能训练房 里面所有器材都是由代表团从国内运过来 另一方面据了解巴黎奥运村的公寓相当简陋 有网友发出了国平队在奥运村的住宿环境 基本上只有一张1.3米的小床 没有柜子没有空调 挂衣服的只有一个简易的架子 也没有空调只有一个电风扇低碳环保做到底 不过房间还算干净整洁 这个住宿条件就跟普通的宾馆差不多 一个公寓内有三到四间房 有单人间 双人间 每个人都只有一个架子 没有衣柜 网友表示 这个住宿条件觉得这不是低碳环保 这就是单纯的抠门 如此抠门 为什么还要深奥呢 继续奥运话题 我们来谈谈奥运会羽毛球南丹魔咒 是与其能攻克这座大山吗 自2000年奥运会以来 在过去20年的6届奥运会中 南丹奥运头号种子 仅有林丹一人夺金 至今未能有人能打破这一魔咒 2000年奥运头号种子陶飞克 2004年头号种子林丹 2012和2016年头号种子李松伟 2020年头号种子陶田咸豆 均未能夺冠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 19岁的印尼名将陶飞克 在南丹四分之一决赛中 0比2输给了国宇吉辛鹏无缘半决赛 而赢了陶飞克的吉辛鹏 则是越战越猛 在决赛中击败了马来名将叶新城夺冠 成为中国第一个拿到羽毛球 南丹冠军的球员 而在2000年的奥运会上 吉辛鹏只是7号种子 2004年雅典奥运会林丹 是南丹的头号种子 但让人意外的是 林丹在首轮就被淘汰 这届奥运会最终夺冠的陶飞克 甚至不是种子选手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林丹再次成为了种子选手 这一次主场作战的林丹 一路势如破竹未丢一局 在决赛中以2比0战胜李宗伟夺冠 拿到了个人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2012年伦敦奥运会 头号种子是李宗伟 不过在决赛中 李宗伟还是输给了林丹 而林丹则成为了第一个未免 奥运会羽毛球南丹冠军的球员 2016年里约奥运会 李宗伟再次成为头号种子 这一次李宗伟在半决赛中 2比1复仇林丹 但是在决赛中 李宗伟却输给了陈龙 依旧没能实现奥运冠军梦 至此李宗伟的奥运征战结束 收获三枚奥运银牌的传说流传至今 2020年东京奥运会 头号种子陶天咸豆在小祖赛 中爆冷输给韩国的许光熙 最终独冠的是4号种子安赛龙 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 石宇奇成为了头号种子 他能打破这个魔咒吗 不过也有网友说了 国语南丹34年无关 林丹都未能打破魔咒的印尼赛 在今年都已经被石宇奇攻克 再加上石宇奇这次的绝世好签 不夺冠都不行了 你们觉得呢 接下来看一则令人惋惜的消息 7月22日浙江省体育局发布公示 以推荐羽毛球运动员张志杰 申报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人选 公示期为7月22日到26日 公示中指出根据国家体育总局 运动员教练员体育运动奖章 授予办法体育 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2023年度 体育运动奖章申报授予工作的通知 以推荐张志杰运动员申报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人选 体育运动荣誉奖章是中国体育运动的最高荣誉 由国家体育总局颁发 授予取得一定运动成绩的运动员及教练员 张志杰是中国羽毛球运动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上个月底随队在印尼参加 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期间 张志杰在赛场上突然倒地不起 在宋一之后不治身亡年仅17岁